大家好,我是牛叔 所以在学习成绩这方面,他们四个是班级的四大天王 只要他们参加考试,倒数四位,肯定是跑不了他们 所处的班级也是最差的,整天上课闹闹丑丑 这个班在老师的眼里就是垃圾堆 从来没拿正眼看过他们,垃圾就是垃圾 老师也不是超人,多大能量呀,还能把垃圾变非为宝啊 这不是神奇的扯吗 所以上课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乐意干嘛就干嘛去吧 但是高二上学期的某一天,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杀一家的命运 说说这是什么 你们还真是人类的渣子啊 竟给学校带了不好的影响 这校长一看就思思文文,说这词多好啊 说自己的学生是人类的垃圾 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学习不好就活该被你们污蔑人格啊 杀一家因为不肯交代自己的朋友也抽烟 所以被学校勒令退学一年 他是一个高中生,被学校退学了 这要是换作正常的剧情,是不是会被家里当成家中耻辱 然后杀一家步入社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太妹 但剧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正常的轨迹发展 杀一家的母亲对于他退学并没有太多的责怪 反倒因为他没有出卖朋友感到非常欣慰 杀一家并没有因为自己退学而感到难过 他觉得自己一个差等生上不上学无所谓吧 然而母亲看在眼里急在犀利 学校可以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女儿,他不能 在母亲的建议下,杀一家来到了平田开办的补习班 第一次见面,平田完全被杀一家惊到了 我啊,有没有搞错 平田被这个漂亮的辣妹惊讶到了 金毛卷发,扎耳钉露肚脐,浑身玻璃球子 肘道直矿矿矿矿子,这是学生吗? 但是他们师生两人都是爽朗的性格 很快就打成一片 先来个入学测试吧 看看杀一家现在的水平 杀一家果然不负重望 说是高中二年级 结果知识水平竟然只相当于小学四年级 这差的也太多了 但平田既没嘲笑也没气馁 反倒是非常乐观的给杀一家定了一个目标 庆英大学 牛叔特意查了下庆英大学的世界排名 他在亚洲排第23位 低于北京大学的12位 清华大学的16位 高于国内其他院校 可以说是挺牛逼的所大学吧 杀一家现在是高二 学习成绩常年垫底 想要考上庆英大学 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杀一家自己都笑了 介绍一下他家里的情况 他家里一共三个孩子 杀一家是老大 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父亲非常看重这个弟弟 为了儿子能够成为职业棒球选手 可以说是耗尽家财 而对于杀一家 他是一百个看不上 就你还能考上庆英大学 肯定是被教育机构给骗了 这他妈就是诈骗 我一分钱也不除啊 母亲赶紧站出来维护杀一家 女儿好不容易有点干劲 你就别破两嘴了 学费的钱不用你给我出去打工赚钱 杀一家看在心里暗暗憋了一口气 非要狠狠地打父亲的脸 于是就慢慢开始学习 平田老师这边的教育方法也非常得当 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引导他成长 永远是鼓励 永远没有责怪 杀一家再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那都是一边做题一边玩 弟弟龙太这边因为棒球打得很出色 被宝送到重点高中 父亲又忍不住扎杀一家的心 龙太跟你不一样 人家未来一片光明 虽然只是初中英语没啥牛逼的 但是杀一家的付出总算得到了回报 这让他很开心 在平田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他说出了自己当补课老师的初中 在他的学生时代 他也是一个差等生 被老师所嫌弃 等他长大之后 他觉得大工饭式的教育方式 难免让一些有个性的同学掉队 于是他就办起这个补习班 根据学生的个性因材实教 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爱上学习 各种补课班都用这种说法 但真能做到平田老师这样的太少 杀一家这边休学期已过 回到学校继续被老师摧残 由于晚上总是熬夜学习 难免在上课的时候趴桌子睡觉 班主任看着憋气啊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悔改呢 杀一家没憋住和班主任打了个赌 雄心壮志虽然有 但是奈何他底子太薄 本来就是一个天真的女生 连最起码的常识和知识都分不清 闹出了很多笑话 这在写作文的时候是非常吃亏的 于是平田就给杀一家推荐了一些书来看 有一天杀一家偶然看见平田和班主任坐在一起 他就忍不住过去偷听 接下来就是两个教育理念的对话 班主任认为像杀一家那种学生 想考上庆英大学 那是不可能的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行就是不行 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 请你不要再称呼学生是渣子 如果你这么称呼他 他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渣子 会越来越没有自信 刚才的发言可真是漂亮 在班主任看来平田这种老师就是鸡汤喝多了 不可能的事说的这么激动 纯粹就是脑残 俩人谁也没说服谁 不欢而散 人心都是肉掌 杀一家在无意之间 听见平田老师对自己有这么高的期望 他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庆英大学 他这么努力的学习 母亲看到以后非常开心 来答谢平田老师的时候 母亲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在他小时候经常被母亲责怪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 这颗无能的种子一旦在灵魂上扎根 那么未来无论有多少条路 你都走不远 因为你坚信自己是无能的 多少种可能都会被压抑的死死的 所以现在这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很宽松 只要孩子能够开心 她都无条件的做孩子坚持的后盾 咱们说杀一家之所以学习不好 一方面的责任也是因为母亲的无条件支持 牛叔从事教育事业这么多年 一直在思考教育到底是什么东西 后来叔看多了 慢慢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路 教育就是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 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种状态叫守望 守候和期望 在平田和母亲谈话的时候 平田就说了 杀一家虽然努力 但是起步太晚 想考上庆英大学必须多补课 补课费还挺多 父亲是一点都不除 只能靠母亲自己想办法 于是母亲就和妹妹商量 把保险和定期存款全部取出来 而且晚上也得出去工作 小妹妹就得自己想办法吃饭 这妹妹是真种事无条件的支援自己的牢记 杀一家来到补课班看到母亲交的补课费 厚厚的一打子钱 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亲戚那里低声下戏借来的 当时眼泪就在眼圈挡住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孩子在补课 就是那种在学校不学习 上补课班也不学习的那种 父母赚钱不容易 但只要孩子开口了 为人父母累死累活也得支持 我觉得有些孩子该好好想想了 总跟一帮臭傻子混没啥意思 杀一家每天认真学习 朋友找他玩也是拿着书本出去 他自己不得劲也不开心 他们姐妹四人就好好聊了一番 他们支持杀一家认真学习 他们很佩服杀一家 为了杀一家好 以后就别一起玩了 忘了跟大家介绍 这部电影是真人真事改变 杀一家的这些好朋友 后来基本上都进了夜店 干了那种工作 这就是人和人的区别 所有人都知道努力有用 但是有些人就是了 我就是爱嗨佩 别教我听下来 有些人注定就是底层 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底层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说过一句话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 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 你到四五十岁再觉醒 没有用了 杀一家一个劲的学学学 有时候自己也坚持不住 怀疑自己能不能行 这个时候就需要平田老师的指导了 他拿个鸡蛋往桌子上一放 你相信鸡蛋能立在桌子上吗 杀一家说不信 平田弄了两下 鸡蛋还真立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鸡汤了 相信的力量 你先入为主的觉得鸡蛋是圆的 所以他立不起来 但事实证明他能够立起来 所以你的信念并不完全正确 我和你母亲都相信你能考上清延大学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 那我们的相信毫无用处 反过来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能考上清延大学 而你自己相信自己 那么全世界的反对都毫无用处 继续说电影 杀一家在课上睡觉 班主任叫来母亲 母亲替杀一家又是一顿球形 接下来就到了家庭教育环节了 杀一家的弟弟龙泰 因为不参加棒球训练 被父亲一顿毒打 父亲可以说是耗尽家财 为了龙泰能够成为职业选手 简直是无微不至 但是他不知道 就因为这种过度的关怀 给龙泰造成了无法化解的压力 父亲为了自己付出这么多 如果自己不取得好成绩 那么要面对的是父亲无尽的责骂 还有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 在这种压力下 造成了龙泰对于打棒球 已经是恐惧的心理了 他选择退出棒球部 父亲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可以理解 他曾经的梦想是成为职业选手 自己没成功 所以儿子一定要成功 挺有意思的想法 自己心安理得当主 望子理所当然成龙 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家庭 是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是普通人 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比别人的强 那么按照这个出人投地的标准 99%的人都归类于loser 毕竟成功的人只占少数 所以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幸福感极低 达不到父母期望的那种状态 心里有愧疚吧 其实我们的人生追求的东西应该是幸福 而不是成功 如今的社会成功一般指的是有钱有权 这种东西虚无缥缈 需要的是努力加很大一份狗屎运 如果为了父母的愿望活着 难免活得拧巴 活得辛苦 即使我干的工作赚不了多少钱 但只要我干的开心 我觉得幸福那就很好 没准在这条快乐的道路上 我就收获了成功呢 牛叔 这我也不好意思细说了 上一家从高中二年级 努力了整整一年完全就是为了当初那个扯淡的梦想 考上青莹大学 结果呢 考试的时候拉肚子了成绩惨不忍睹 毫无意外的落榜 也有可能是实力根本不行 本片完 逗你们玩呢 日本高考跟咱们不一样 他们的大学是分开考试 杀野嘉在考青莹大学另一个系的时候被录取了 在他上学的那一天 平年老师屁点屁点的过来送行 在杀野嘉身上 他也得到了证明 原来相信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其实杀野嘉的成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复制 他具备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性格 坚韧不拔 这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曾拥有 咱们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杀野嘉考上大学吗 现在大学上好几千万有啥可牛逼的呢 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杀野嘉曾经跟你们一样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这辈子注定一事无成 但通过考上青莹大学这件事 他的灵魂已经觉醒了 考上大学只是个开始 他的人生从此以后不再有那么多的迟疑 今天这部电影做起来贼费脑子 我想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碰这种片子了 知识点有点多 大家就多看几遍视频吧 我希望我的这一部视频对某一个人产生影响 有些人或许会说 牛逼你说的这些都是假大空的漂亮话 没有一点意义 是啊 对你来说就是漂亮话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有些人注定是底层 这个世界需要底层 老老实实在底层待着吧 你就别折腾了 还记得吗 在无数个斩钻反侧的夜 新的湖荡漾起一层层涟漪 或疯狂或怪异 那是不忍割舍的牵挂 是三生三世枕上的书 是浮土塔上滚动的风吗 这一朵白莲花经不起风吹雨打 那些邪是你的人 只是些枯萎的枝干 闭目将死 身不自知 他不曾直视光明 所以才深深质疑你对阳光的执着 一首幼稚的诗献给大家 我希望你的人生从此以后快无边际 不要再磨磨叽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